曲名字幕志愿者 人们 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您继续收看我们的Mr.OK TV 那其实今天呢 如果说喜欢宠物的朋友 你就要留意了 因为今天我们要给您介绍 一个非常非常非常好的一个产品 因为呢对我们的狗狗呢 有很大的帮助 那我们大家都知道一个人就是年纪越来越大的时候皮肤最干燥了有皱纹了 所以我们都很喜欢用一些护发的或者护肤的或者是防晒的等等 那今天我来到这里就看到我们这些产品很高兴也认识到我们这边的主人 那就是我们的Rose Lee 你好Rose 你好 对对对 好Rose来跟我们说一下好不好 其实你在我们眼前看到的这个产品 但是属于狗狗用的这个所谓的SPA还有就是这个护发素跟这个沐浴露 是可以我们解释一下这个Organix的这个想法你是怎么开始的 OK 一般就是因为从我自己的狗开始啦 因为它们就是有皮肤病啊 然后就一直抓一直抓有时抓到红红 那我就选了很多不同的那个Sampoo 都没有办法 对 而且有些是因为它的就是太过浓 它的浓度太多 那你用了过后它们就会更糟糕 嗯嗯嗯嗯嗯嗯 对对那个Sampoo更敏感 是是是 对我就啊就做了很多研究 就开始发现说哎 其实可以用Organic Shampoo 对 所以我就开始就自己自己学着调配 然后也就是说有有去读一些课程啦 就是Essential Oil的课程就从那边我就开始慢慢的就是调配这些 是不是说你去了解的这些Essential Oil的东西或者是这些Organix的东西是从从人开始是不是这样讲 对从人开始 从人开始 对 所以你就从那边开始学习就是怎么去调配 你的所谓的调配的意思就是说有加入一些药性的东西呢还是说有加入一些Essential Oil的东西呢或者是加入一些什么其他的一些元素呢 加入Essential Oil 哦 Essential Oil 那Essential Oil对狗有什么帮助 其实因为他们就是很Natural的东西很就是可以帮忙他们抗一些好像Bacterial啦 Punger 对就是就是帮助他们的皮肤因为有些大致上去看医生他们就是给他吃药嘛 你吃药对对吃药吃久了其实对他们是不好的 是其实我觉得人也一样啊当然就是油发没有头发嘛 对 所以你们感觉不到 不过像有头发的人就会比较麻烦的为什么 因为好像头发如果说不照顾的话就会生头皮屑 对对 然后呢可能这个油脂分泌过多毛囊的这个油脂分泌过多的话呢 头发就会变得很很油腻 然后呢就会毛孔阻塞然后就会毛发脱落 我想狗也应该是差不多一样的 对 所以呢我们也要经常为我们的狗狗呢就是 梳洗吹这些我觉得都是很必要的 有些人会觉得说让它自然干 其实自然干有时候对皮肤也不一定是好的 对其实在我们的新加坡的环境其实不好 因为太过潮湿 它的毛会把那个湿度会隠在里面 所以它们每个都会大致上都会有伤口疾病 就是这样 对对对对对 那其实今天呢我们也难得看到了我们的Ru Slim呢 今天就设计出了这么一套的这个产品 我想这一套的产品是不是适合几种不同的一些皮肤的狗狗吗 或者是说适合一些不同种类的狗狗吗 OK 我这样调配出来是它的毛发和它的皮肤 它的肌肤 对 就是这样 你配合这样去调整 对 那其实这边我们看到的有五瓶 五瓶就是属于这个沐浴露 那首先我们先看一下我们看到这一瓶 那其实可以说一下这个 Tree 跟这个吧 是 那这个是属于什么的一些狗狗可以用的 OK 这个是for anti-fungal 就是它很 就是他们讲说 因为Tree 可以消毒 消毒消炎 对消毒消炎 就它这个的话它其实又能condition 对 又能够润肤 润肤还有润这个发 对 就是一次过两个 都可以用的 是 所以这个就是一支 也不能叫2-in-1 也不算是2-in-1 只是说因为它 它即使是冲洗掉了 它还是对它 因为它是natural的嘛 它就对它的那个毛发其实都是OK的 好 那其实我们在看到的就是第二瓶 我们看一下第二瓶 这一瓶呢是属于什么的呢 Lavander Lavander 我们大家都知道 这个Lavander是属于让我们放松的 对 其实有些狗狗又很紧张的 对 有些狗狗好像看到这个主人回来说 尾巴就10米要10米要10米 就是很紧张 然后就比较趴在你身上去 其实很多人会觉得说很害怕 比方说有些人家里养狗 对 你朋友一来的时候 他们就很激动 对 其实他们是很紧张很兴奋 对 然后再加上他们担心别人会侵占他们的这个地方 地盘 所以他们有时候费你两下 对 然后他看你没有什么杀伤力的时候 他就不管了 对 来说一下这个Lavander 那又适合一些什么的狗狗 OK 这些Lavander 一方面也不单只是说因为他紧张 因为有些他们的皮肤 他们的就是Immune system 他们就会开始很excited 是他整个系统 对他整个系统 其实跟人一样 一紧张我们就会流汗 对 一紧张就会分泌 对 一样的一个道理 所以这个不单只是说外用 对 就因为他们闻了过后 他们其实都会比较relax的 是是是 那这个也是给狗狗 relax用的 对 所以这其实什么狗都能用 只是说你按着你自己狗狗的一些习性 对 他的皮肤问题来使用这样的那个洗发露 对 好 那继续我们再看到另外一瓶 那这一瓶我们看到的是另外一种 也是Lavander OK 这一个跟 这就是Lavander 跟Rose Heap Oil 之前这一个是Lavander 跟Hohoba OK 对 这个是Calming 跟Mushurizing 这个呢 是Soothing 跟Wound Healing 哦 对 比如说 其实Lavander 如果是说你被刮伤啊 还是 比如像我不小心给狗咬到的话 哈哈哈 刮到的话 对 你用Lavander 你直接这样涂在 或者就是滴在那个 刮伤的地方 对 它就可以愈合 它也不会有伤痕的 哦 这样子哦 嗯 嗯 好 所以这个是For Wound Healing 这干人也可以用咯 也可以用 哦 哈哈哈 好 另外呢 我们就看到的这一瓶 这一瓶也是属于这个Tea Tree 对 哦 还有这个Neem Oil 是什么东西啊 嗯 OK 我这一瓶 我其实 我有改动一点 我是用了Geranium 跟Neem Oil OK Geranium跟Neem Oil 这个是防狮子的 哦 就是防那个狗狗的狮子 对 就是那个 这个 其实因为Geranium 它就是 就是我们闻了我们都会觉得说是一种 哇 我本身不大喜欢这个味道 你闻看看 还OK啊 哦 我觉得我闻了我会头晕 真的啊 我觉得这个挺好的耶 感觉挺好 有点像我们人用那种Essential Oil 因为我很喜欢用Essential Oil 所以这个感觉挺好的 对 它这个就是 就是Essential Oil Geranium and Neem Oil 是其实 很多印度人 印度同胞 他们其实都很喜欢用Neem Oil 来提供的 哦 对 这个的话 它是会 就是防它的 异味也是 好 防异味 有些狗狗 他们身上有些味道会觉得很重 嗯 所以可能这个可以去除一下狗狗身上的一些异味 对 好 其实我们在看到这个 哇 Orange 对 还有Jojoba Oil 对 那这个呢又是属于什么样的 OK Orange 一般都是一个Happy Oil来的 嗯 OK 你闻了过后其实都会很Happy 嗯 然后你就会 心情很好 帮助香化 对 对 所以这个应该是有Orange的味道 对 好 那其实我们看到了这五瓶之外呢 在前面呢 这四瓶呢 都是属于一些SPA用的 那其实这些SPA的就是也是有分门别类的 看你的狗他适合的一种SPA 那是不过跟他做SPA的时候要跟他按摩 对 要跟他按摩 对 然后这个按摩时间要在多长呢 OK 大致上五分钟 在他冲凉的时候 你就 啊 你就倒进这个 这个西索 啊 海盐 对 海盐 这个是Date Sea索来的 你就直接跟他 呃就是 好像我们人嘛 就是你会把他 清除掉那个Date Cell 是 对 然后他清除掉了过后 他又会帮忙就是说 Rege Over Date 嗯 就是 复原他的那个Cell 就是让那个肌肤能够重生 对对对对 所以让皮肤就看起来就健康一点 对 然后毛发就自然长出来就漂亮一点 对 所以就是说这个是每次SPA前就必用的吗 呃没有就是你跟他冲凉了过后 就是跟他放了他的shampoo过后 然后你就加这个 啊 OK 那像其他的呢是不是也一样呢 就是比方说我要用这个的话 我也可以用这个先 呃 跟他按摩个五到十分钟 对 然后再用这个shampoo就跟他洗澡 OK 大致上我是用了这个shampoo 嗯 然后我再用这个 然后一次过冲洗掉 哦 这样子啊 嗯 就先用shampoo 对 然后再用SPA 对 那个按摩 对 所以那个 呃 那个shampoo是先不要冲掉的 对 先跟把这个SPA的放在一起按摩 哇 那时候一次过冲过 对 哦 那他是不是要停留在他们的这个毛发上 要过久时间吗 你按摩的时候 大概五分钟他就足够了 就足够了 嗯 不是说好像有些狗狗他们 就是说好像conditioner 你要放在conditioner 最少大概十分钟 十五分钟 然后用温水跟他冲泡一下 没有不需要 没有 没有这样的一定程序 不需要 好的 因为他这个他其实都有 他我们叫做carrier oil 就是他的主要的 除了那个 essential oil过后 就是还有他的那个carrier oil 嗯 就是你 比如说我们去SPA massage的时候 嗯 他一定会加配多一种 而他还比较容易 深入你的毛了 是是是 所以就是这个 好的 那如果说大家有兴趣的话 我想问一下 我们的Rose Lim 在什么地方可以购买到 你的这个产品 好 你可以就是说上我们的网站 嗯 www.pawfamily.sg www.pawfamily.sg 就可以购买到的 你这些产品 对 那这就是你们自己自家 就是我们Rose Lim 自己自创 自己调配的 organic的这个产品 对 那这个价格呢 其实也算是OK的 为什么呢 像这个沐浴露 大致上的价钱 都是在多少钱呢 OK 这个的话是35块 我们其实有比较大瓶装的 就是说家里有比较多只狗啦 是 也是有 嗯 这个是 现在是200ml 它现在是35块 是 嗯 那这个它的C-Sort的话 我们一般都是22块 所以前面这一排都是22块 对 那前面后面这一排的这个圣物 都是35块 对 好 那如果说你有兴趣的话 你不要忘记可以上网 www.pawfamily.com .sg 记得那是www.pawfamily.com 没有.com 是.sg 我再重复 不要搞乱大家 那是www.pawfamily.sg 要不然在看不清楚 看我们的荧幕上也可以 好 那这边再次了谢谢我们的Rose Lim 谢谢 那也祝你生意兴隆 财力冠军 谢谢 谢谢 也希望你帮到更多的狗狗 谢谢你 嗯 谢谢你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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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